大家早上 多谢主 差不多经过一个月左右 小帝先生有机会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分享讯息 谢谢主 其实呢 我看大家都有机会在这段时间 在网上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 这些是很简单的幸福啊 上帝给我们这样引电 如果是旧引起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在网上 我经常做一些收索 就是所谓的热修 所谓的收索 在新冠肺炎期间 其实有些名词 他们很有兴趣的 第一个口词 有关新冠肺炎的疾病 相关的知识这方面 例如今次有多少人死了 有多少人中招 有多少人还活着 是这样的 所以这方面的数字 我们十分有兴趣的 可能最近我们经常都在网上购物 是这样的 买菜或者买鸡 菜圆鸡 我经常有支持一班单亲妈妈 专门在这方面帮助他们 在经济上帮助他们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看到这段时间 网络上有些比较热门的名词 例如是政府的这方面的宝座 这方面的封印 即是国家的官位的援助监 是BPN这方面的 这方面是很多人会看的 我在这方面 我今次会接受政府在这方面帮助我多少 例如四百元 六百元 一千二百元 一百百元 不好意思 我这样的环维 我一针钱都拿不到 不过多谢主 神帮我同罪了 所以有些人也会想 教会在那个新墙 墙体的时候 他们通常是怎样继续聚集 我知道我们通常是网上聚集的 怎样做Zoom的教学 Zoom的上课 怎样上课 这方面 所以很多人在这方面都会很有兴趣的 可能有些人也会这样问这句话 为什么灾难会玩到我 为什么灾难会找到我 为什么我没有政府的宝座BPN 为什么那个公司炒我鱿鱼 为什么它靠我申水 为什么MCO的时候我中了三万 我们很多问题都会问 今天我也想借着四条行转的题目 将第一到25日帮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所谓的强固真理 强固真理 英文是reinforcing the truth reinforcing the truth 希望我借着这个主题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OK 接着呢 在四条行转的第八章第一到25字 很快就读经文 不会一直读的了 就是开始是这样 亦路撒冷的教会那时候 因为司提反那时候也为主作见证 接着呢就大糟逼不 除了司徒以外呢 所有这个门徒全部都翻身在犹太和撒马尼亚过处 接着呢 司提反那时候因为他已经是伤了道了 伤了道 他就被埋葬了 教会为他徐兄弟哭的 所以司徒继继续弹去教会进入每一个家庭 拉着男女下间 OK 接着那些翻身的人不是回家没有东西做的 是怎样呢 他翻身的人就去歌处来传福音 接着呢 腓力呢 他就下撒马尼亚 在那里宣讲耶稣基督 我们多谢主了 希望我们马尼亚教会也有这样的胆色 有这样的胆量 OK 所以赞美主 所以当时 腓力在浸马尼亚城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神迹歧视发生的了 接着很多人被污鬼附着了 接着那个腓力帮起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那个鬼就走了出来 接着坦的人呢 骑腿的呢 完全全能都得到医治了 那个城呢 圣经刚才说了 大有欢喜 其中一个人呢 是很特别的名字叫做西门 OK 在那个城里面 其实他有一个很 好像大佬一样 好像有一个跳筒 所以整个撒马尼亚城的人都很 都很尊重其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很多神迹和歧视 不过他是行那个邪述 所以他说他是神的大能者 谁知道呢 后来这个行邪述的西门也都信了主 哇这个故事真的好听的了 看到我们上代的圣灵是挺有能力的 OK 所以接着呢 耶路撒冷教会就派到两个使徒 就是彼得 第一 第二就是约翰 去了撒马尼亚城那里 接着去到圣灵之后 就为他们祷告 祷告之后 他们就受圣灵 接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呢 当西门看到使徒 按手的时候就在圣灵赐下 他就拿钱给使徒 他就说呢 哎哟 这么好的 你这么简单按手 他们又可以有圣灵降下 你不如我给你了 你就把这样的圣灵都给我了 接着呢 彼得就很生气了 彼得说呢 你的眼睛跟你一起面目啊 你想啊 因为你想得神的恩赐 可以用钱买的 哎哟 接着呢 彼得就直接衰弃了 也说呢 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君 因为在神的面前 你的心不静 接着呢 你都恶悔你这样的罪恶 祈求主 或者你心里头的怡念 可以得了赦免 我看着你正在负胆 负胆之中 被罪恶来捆绑 祈求神们说呢 哎哟 彼得啊 愿你 愿你还我求主 叫你这段所说的 没有一样会临到我身上 祈求主 当使徒的证明 主导如此的传港的时候 一路传 一路传 一路大 接着在一路撒冷 直到那个 撒马尼 很多的村庄 全部都听到福音 接着很多人信主 大家帮大家分享 强固真理这个主题 刚才我们读过那个经文里面 我们有三段的信息 第一段呢 真理本身需要被强固 第二呢 神的真理直着苦难被强固 第三呢 神的真理直着煲到而强固 那么代言之为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我以前是做工程师的 那么以前做工程师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化工厂里面 我们会设计很多的所谓的 派片 在那个有水喉的 不过水喉又不是水而已 有些是有高压的那个 那个tower 所以不同的材料 就用不同的设计的方式 所以有些是因为高压 有些高压的缘故 其实需要很好的材料 所以我们用soldering的时候 其实需要强固 做reinforcement 这一方面的 所以为什么呢 除了材料之外 我们做soldering 我们做wildering的时候 就可以强固 那个汉字的地方 比较强一点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设计不良的话 导致那个高压的高塔 如果是发生意外之外 他们会追究法律的责任 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 上帝叫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器皿 所以在圣经这样说 在《提报台后书》的第二章 第二节 第二十节 这样说 最大户人家不但有根器 银器 也有木器 和银器 又作为贵重的 又作为卑贱的 所以你看上帝是这样的计划 给了我们各个人 在上帝的家里面 是准备成为一个成熟的器皿 贵重的器皿 你帮你旁边的人说 上帝是预备你成为贵重的器皿 哈利路亚 那头一天我们翻评一下 真理其实本身需要强顾 什么是真理 很多人想我有真理 或者我知道什么是真理 就好像以前的希腊时代 有所谓的很多的自学家 好像那个 好像那个 很多的 也就是不知道 广东话怎么说的 巴拉圖的 巴拉圖或者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其实他们都是自从家里 很有名的 可能他们想着 他们知道真理 或者他们拥有真理 可能他们都以为 真理是一套理论 一个概念 或者一个学问 或者一个知识 是这样的吗 其实当比拉多 那时候审耶稣的时候 就对耶稣说 那你是黄吗 耶稣就这么说 你说我是黄 我为此而生 而且我为了 这样的原因来到世间 我特别为了真理来作见证 分属真理的人 就应当听我的说话 所以当耶稣 他赞在 比拉多的面前受审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怕 因为他知道 他来是特别为真理作见证的 那时候 比拉多就拋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说真理是什么呢 当比拉多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不是想知道究竟什么是真理来的 因为他一下子就走开了 这样看着你就知道他不想知道什么是真理来的 他想着很厉害的 可能他根本这么想 其实呢 我都知道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 你知道吗 我的拳头是真理来的 我的权力就是真理来的 我的实力就是真理来的 所以其实呢 他说耶稣你是什么 所以是多么的遗憾 比拉多他提出来 真理是什么 不过他还没真正地想过 这些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 最终呢 是帮真理就拆坚而过的 还没真正地明白什么是真理 接着第二个问题 比拉多对真理怎么回应呢 因为他根本都不想知道 那个突然 对吧 他都不想翻遍的东西 都没有兴趣知道 所以他就走开了 就是走开了 所以 大英姊妹和我们 电脑面前的朋友们 其实你们对真理的反应是怎么样 你们对真理的态度是怎么样 真理究竟是什么 真理不是一套理论 或者那个概念 真理是一个人 是吗 是的 真理是一个人 是谁人来的 耶稣基督 他是完全神 也是完全人 这个神是怎么说呢 是一个做天地万物的主 因为 因为上帝 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 所以上帝猜牌棋 有天上来到地下 为了他们的 罪 写命 丁死在十字架上 那这些是一个很强大的宣称来的 上帝说是很直接的 一点都不抽象的了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 其实耶稣基督都是很真实的真理来的 是唯一的真理来的 这么厉害的吗 真理的定义是什么呢 真理是绝对的 没有瑕疵的 真理是不变的 真理是永远的 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 在哪一时都是一样的 在哪一路都是一样的 真理就好像一把尺这样的 是一个标准来的 难道耶稣基督这么说呢 耶稣基督 昨日 今天 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起码来说 神章第八节 OK 耶稣自己都这样说的 天地要废去 那些话呢 一点都不可以废去的 所以 赞美我们的主 真理需要强固 真理其实是绝对的 不变的永恒的 真理 其实绝对不需要强固的 真理本身是绝对的 需要坚固的是人本身 还有真理的 那个传播的方式 需要强固 所以赞美主 我们帮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 真理直着苦难被强固 所以我们看到 《诗团传》第八章 第一到第三节里面 当时是 耶路撒冷的教会 全能受到 很大的迫迫 那些迫迫这么强烈 事提反 弃神仪 他死了 死了给人家 就是殉道给人家 弄石头 扔死的 所以全教会就这样删开了 很多人被逼迫了 所以教会都找到 差不多删开了 然后他们在哪里呢 开始去讲 很多希腊话的地方 那些犹太教基督徒 那里来 帮他们继续传福音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教会受逼迫 也会被我们明白 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需要很清楚 我们需要付代价 帮旁边人说 帮你旁边人说 付代价 接着 六家福音第十四章 第二十七到三十字 这样说 凡不背着 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中间有谁 要过去一座楼 你不先坐下你 接着你 计算一下 能不能过去成 楼 能不能过去成 接着 安了地基之后 能不能成功 所以我们看 我们建一阵去一个楼 其实都不容易的 你需要继续清楚 你又没有钱 可以继续继续 OK 接着 尸体粉的尸体 被人埋葬 整个教会 是哀悼感的 所以Solo那时候 拉了很多人坐牢 接着残害 很多人 圣经说 Solo残害 这个字 残害这个字 是怎么样 好像野兽 猎杀 吞气 很多气的猎物 好像那个 怎么说 花布 花布 接着追 追那个灵羊 追他的时候 追的时候 跳起身上 扑起身上 接着就成了家 所以你看 这些是一个 很强烈的字眼 好像野兽 吞气那个猎物的时候 而且那些逼不 是继续 是暴停的了 所以 比我自己都想到 其实中国的教会 都服事很久的时间 计算上来 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 所以很多中国教会 其实 他们都会很认真 跟我们谈 帮我们分享 虽然他们的教会 受到很大的迫不 其实有些很多人 甚至受苦 说有些人拿那些钉 这样刺到里面 刺到他的纸头里面 对不对 就是钉到他死 不过他都不放弃 他的信仰 然后有一次 有个弟兄 这样帮我说 他们就 那时候聚会 整班的秘密警察 是光安来的 然后 整个 整个城市的车站 他们整个都围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捉基督徒 然后 他们就捉住 他们这班基督徒 没有一个人被捉 整个车站都这样 他们都围住 然后有一次 我自己都中招了 我给他们的 公安局局长 给自己都是 来找我聊天 找我喝茶 我都在主 我都会帮他们聊 不过我知道 经过那次之后 他就宣布 整个城市里面 所有的外国人 是不是在那里 完全都不可以 住在酒店里面 当时我们 被安排住在酒店里面 其实我爸 我也不住在里面 所以 这些是 中国教育的迫伏 不过 这样的迫伏 都不会影响到 他们对耶稣 基督 这样的很真实的信心 身即将苦能将真理 就强化在 其他百姓的中间 所以大兄姊妹 好像我们圣经说的 不但如此 在罗马书第五中 第三节 不但如此 就此在患难中 也是 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接着呢 老年是什么呢 老年就是品格的意思 是character 是品格的意思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施加 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但姊妹 苦难 越深 其实我们的反省 就越深 我们的形式真理 也都越深 因为真理 对人的雕刻 就越深 真理 就是着苦难 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雕刻 那些是上帝 手中的组品 就赞美主 好像我的弟弟 他们就宣教 在这里 25年的时间了 其实呢 不单是我自己 会面对 很多签证的问题 面对很多人 所不可以明白 那些的根 对我的弟弟 其实其实 都会面对 很多签证的问题 到了18岁之后 他需要自己 有工作签证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他都不会留下的 所以我记得 其中我的女儿呢 我自己在外面 流浪了一排 有几年的时间 才能回到马来西亚 其实呢 挺不容易 我跟 当然是 私大学 暗中的流暗水 大家姊妹 其实呢 苦难越深 对我们认识生理 就越深 所以赞美主 我们是 佩德为主 来受苦的 好像比达华 比达前书 第一张大陆节 因此你们是 大有喜乐 但如今 最百般的 事念中 暂时忧愁 帮旁边说 OK 暂时的忧愁 这是永远的 暂时的 OK 叫我们的信心 基比善 就比那 被火善 仍够能够坏 金子 更显 宝贵 OK 上帝看我们 每一个熟灵的基督徒 每一个熟灵的功课 都是一个重价 好像大德生 有个中国很有名的宣教士 其实以前 那时候 其实他们都不容易的 那些西人 他们去了 中国这么落后的地方 来做宣教的工作 那时候 其实他们都不容易的 头发都需要用猪油 在他们的头发上的 弄到他们的头发都很臭的 所以我看可能你都不喜欢的 西人这么做的 好吗 就是这么做的 接着 其所重办那个累地会 有一次就中了很大的招 是什么招 是一个义和团的 那个乱党 那时候就 当时就 剃了他们 成一百三十几个人 他们的子女 有五十几个人死了 一共也差不多 成一百九十几个人 再又死了 哇 真的这么容易 对大德生来说 是很大的挑战 这些全是 他的熟练的愚脸 所以大德生这样说 The real secret of an unsatisfied life Lines to offer in an unsurrender view 就是我们不满足的生命 其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来自一个人 非常幸福的 非常幸福的生命 如果我们真正 幸福的时候 幸福我们的生命 我们会真正得到自由 所以大德生这样说 你不需要做 你不需要一火 伟大的信心 你只需要一火 我相信 伟大的神的信心 基督说 当我们做的时候 都是我们做而已 当他们祷告的时候 神又会做 When we work We work When we pray God will work OK 接着 上帝的工作 按照上帝的方法 其实永远都不会 缺少上帝的供应 所以我们会要 减制我们的上帝 是借着苦难 将真理强化在 你和我的心里 我们的生命中 帮你的蓬佩奥说 感谢主 Hallelujah 第三点也有最后一点 真理借着报道而强固 在小路行传 当教会杀到碧巴之后 开始教会 不是回家 有空没工作 他们就走出去 然后去到哪里呢 去到三马里亚城 不是耶路撒冷 开始 开始去到这个地方 是异族的地方 不同的万族的地方 开始 神的方法 就是这样传大出去 所以肥利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其实是执事 是预备饭食的 不过这个主犯的人 后来成为一个 怎样的人呢 成为一个传方的人 接着 他身传很多的神迹 和骑士 有很多个坦了的 骑腿的 毙的 全部都得到医治 圣经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圣女 大有欢喜 当福音传开的时候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OK 所以我们知道 上帝的大能 带来上帝的欢喜 哈利路亚 赞美主 福音不单止 是请教人的灵魂 祈祷要释放 人生命中的捆绑 祈祷医治人的疾病 神也都是使用 那个带迹的同工 执事 好像腓力 和尸体粉 好像我们教会里面 很多的都不是全职同工 不过你们所做的 上帝亲自会纪念 你都准备你自己 在这里 上帝正在准备你 当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开始传福音 上帝将高门放在你身上 赞美主 OK 接着帮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那个时候 不单止迫包 不单止传福音 其实上帝使用了 一个圣洁的使徒 就是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 他们身处有圣洁的恩公 圣洁的恩公就是圣洁的黑暗的权势 在他们身处呢 黑暗权势是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行邪述的西门 他说这个是西门玛格斯 西门玛格斯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其实 为什么奴家特别会记录这个人呢 那时候很多的神迹歧事发生了 为什么他会特别的记录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行邪述的西门 其实那时候那时候初期教会的教父 尤士丁和尤西比乌 他们全部都指出 这个是住在基督这个地方的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离开尤士丁的家 差不多只有十公里而已 所以那时候其实西门彼得 人家都已经当他们是神的了 OK 甚至呢 在那个罗马城市里面 里面 在那个Tiber River那里 那里 一条河哥那里 都有人帮他做一个神像 东击是神来的 所以一个人是被东地人动为神 他是一个跳动来的 他有神迹的 他有能力的 他有权柄的 接着呢 遇到那个圣洁的仕途耶稣 他有权柄的时候呢 其实是怎样呢 他的人就蓝逼逼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遇到真的了 高手过招 你知道有没有了 对不对 你知道谁是高手来的 是仕途西门 对不对 不是那个跳动西门 好像小弟有机会呢 其实我带过几个跳动信主 我记得有一次呢 关灯的那个施工坛的 那个荣誉的主席 四十年的荣誉主席 他差不多差不多了 多谢主 那时候他中了癌症的时候 很严重的时候 我有机会在家里探奇 探奇的时候 怎么知道 一下子你知道 那个鬼就上他身了 接着我开始在那里滚鬼 所以很多故事 这里没有空来讲到这么多了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讲 包括我帮你讲 其实呢 这些上帝的灵 当遇到跳动的灵的时候 是哪个强呢 当然是上帝强的了 OK 所以那时候呢 其实彼得和西门 我们看到 圣洁使徒西门身上有圣灵 而行邪述的西门身上是邪灵来的 OK 所以他的邪灵 是那个六尸底 宜端的邪灵来的 接着行邪述的西门 为什么鬼会上了身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是苦毒的原因 是苦毒 OK 所以我们看到 有几个 跳动圣洋书 全部都是有这样的问题 是苦毒的问题 有些可能是拒绝的灵 他在世后被 被害被 被拒绝 或者被伤害 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样就 令到 整个魔鬼就上了身 人道鬼 什么鬼都有 其实我都说过很多鬼 其实都不容易 我知道 除非圣灵这个造工 神自己会带领 所以多谢主 有机会带领 有几个这样的跳动圣住 所以赞美主 所以我们看到 上帝会使用我们中间 每一位弟兄姊妹 当你身上有 圣洁的灵的时候 神就会恩告你的 OK 赞美主 所以我用一个故事 帮大家做一个结论 这个故事 是讲到一个 小女孩 其实她是一个 西人 是一个汉务人 其实自小 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里面 长大的 那么她自小 不像很多有钱人 有钱人就想着 她吃好的 跟着好的 就这样过一生 对不对 她不是这样的想法 她说 因为可能她有一个 很好的朱日学的老师 常常帮她讲宣教 跟着她心里头 又有这样的感触 她很想做宣教事 那她就开始 帮她的爸妈说 很想做一个宣教事 不过她爸妈 当时她认为 她是港姐 那小女孩 那么小 那么小 我都不认为 她是认真的 所以跟着 那个小女孩 慢慢慢慢长大 之后 有一天 很合契一下 对她的父母说 你记得 我跟你说过 我想去 非洲做宣教 她的父母 怎么劝她 都不听 接着父母才知道 哇 这些是来真的 OK 所以那时候 父母没有办法 他只好是成全其 你知道他的家庭是一个 虽然所有家庭 对一个小女孩 是做宣教的呼召 其他都不想放弃 不知其他都放弃了 离开的那天 他们全家人就送别 到火车阵 谁知道呢 他同记了亲人 灰手的时候 灰手 拜拜 拜拜 那个时候 谁知道呢 可能 开心过来 一下子就跌火车 好像我们坐摩托 跌摩托 都很够力 是跌火车的 那你知道怎么办 接着呢 他就跌断了 站在一条脚 OK 接着呢 那次的非洲 做宣教士的呼召 就这样停在这儿了 你说上帝怎么会这样做的呢 接着呢 那个小女孩 和其他全家人都不明白 他这么爱上帝 他都准备了自己 几十年的时间 接着就去到了 谁知道跌火车 跌了一条脚 OK 接着呢 他们说 耶稣你在哪里了 上帝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好像我们现在面对MCO 为什么我中了三文 为什么我被人扣了 为什么我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我就可能被人 怎么说 没了工了 OK 所以 因为这个小女孩 对上帝的爱呢 他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的了 他没有敢进去上帝 他相信上帝 他必有美意 上帝是掌管明日 是明天的 OK 耶稣 他有自己的意思的 美意的 所以这个小女孩 他家人就帮他安了一条假脚 接着安好之后 他就告诉他父母之后 他说呢 我怎么都想去非洲宣教的 因为那些人 那里需要福音 他无论他家人 怎么反对呢 他都坚持 他都要去非洲做宣教 他都很坚持 他都很相信 这些是神对他的呼召 接着呢 他的父母 和家人 都真的 他很生气 生气到就会暈倒了 所以有些人甚至是 是笑起了 那你现在 你只剩下一条脚 那如果你在那里宣教 可能你会遇到那些吃人族 对不对 你一下可能 你剩下那条脚都没有了 分分钟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 就没有因为这样受到影响的 他就坚持 就继续去做宣教 好像我这样的了 坚持来做宣教的了 那他离开的时候呢 就不同 上一次 上一次呢 他家里有很多人 在那里送别的了 留着眼嘴送别走的了 不过现在呢 现在没有人送棋 OK 所以怎么办呢 没有人送棋 所以 他就很孤单的 一个人 走上宣教的旅程 那么 去到非洲之后 那个地方 是很陆后的地方 其实住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水的 乌鹰死周围都是的了 有一天 他就在那个 山上一行 他想探索 一个人就迷了路 患不住地方了 他就走入一个食人族的规划里面 谁知道呢 就被一个整个宣教的宣教的宣教 看到他就吓了 接着就在那里哭了 这个宣教的宣教在那里哭的时候 那些人在那里哭的时候 那些人的宣教的宣教就围着他 接着就绑在一棵树上 因为女生就用舌压 把他的腰这个地方就绑住了 接着 等到晚上的准备 帮他剃了眼祭 给他们的身 OK 当他们绑住他之后 按着他们的那个毛族 那个习族 是不是 他们是这样围着他 开始又跳又唱 等着那个时间 准备汤器的时间 那个食人族 那个游准 这样说 他坐在一个高屋的宝座上 你看这个英国的女生 开始祷告 接着这个英国的女生 开始祷告 就将自己的生命 完全的交道给上帝 就在祷告的时候 圣灵提升的一件事 说 把你的假脚踹起来 将你的假脚踹起来 然后在去树木 就蹲 然后将他假脚踹起来 所以这个动作 很多的食人族就嚇倒了 Kathy就想 这个女孩究竟是神还是人 为什么Kathy把她的脚拿下来 然后Kathy的游长 看到她就走过来 跟着抱着那个脚 跟着嘴在那里咬 谁知道那个架脚就很硬 差点把她的牙刀弄断了 她就嚇倒了 所以她说天啊 这个真的是神来的 人们怎么拥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就这样颇抛一生 就好像发费趣 叫她习惯那些食人族一切跪下 接着她跪在这个女孩的面前 冬妻是神来的 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呢 这个女孩因为那个架脚 其实如果很多人会在那里盲怨 不过她们很感谢主 她们不会盲怨 她们继续行神的道路 很坚持行那条路 接着神保存了她的生命 不单止藉着这个架脚 她的生命被保存了 接着很成功的福音 就带到食人族的暴落中间 OK 所以这个食人族的暴落 就完全全都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因为一个人的信服 参与弟兄姊妹 你是一个信服人的 这个宣教是直到那天才明白一件事 为什么常带会批准 他那天的脚拳左 都是为了这一日 这一日是怎样的一日 是感恩的一日 是上带将显结缓业的一日 上帝经常用一些 我们人不可以明白的风释 来带领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上帝永远不会做错事 上帝的计划永远是正的了 弟兄姊妹 你认识了真理没有 或者你现在 你是听了真理的道 不过可能你帮真理擦身而过 你未真真地捉住真理 未真真地信任他 未真真爱他 现在是你捉住耶稣基督的时候 或者你是信耶稣 或者你还未信耶稣的 现在是你捉住他的时候 弟兄姊妹 你现在是不是被MCO的苦难 被他遇吓了 帝德生说 我们不满足的生命 往往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我们未幸福的生命 未幸福的生命 真真地隐住幸福的生命 你在哪一方面 还未真真地幸福呢 求神帮助我们真真地幸福 向上帝的面前 最后一个祈祷是这样 这位去到印度做宣教的宣教士 是一个很真正的见证 你身上有没有宣教士的福祉 如果你有的话 你帮耶稣说 耶稣我愿愿跟随你 你带领我 我怎样的挑战 很麻烦的 困难的东西 都不会懒着我来到你面前 附带加设我的宣教士 或者你说 我还不教宗 我现在暂时做回 这里的本地存分而已 不然不是而已 又很重要的 当你存分的时候 上帝会开始领导你 你不单止在你的 KL这里传福音 你开始去了 Paira 你开始去了比较远的地方 开始向大一点的种族 传福音 你相信上帝的美而是这样 上帝的道路 高过你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吐口 主要说我们多谢你 当他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在低头敬拜的时候 他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戏面 主要说如果不是你的缘故 不是你的简算的缘故 我们不可以站在你的面前 如果不是你将我们分别为圣 主要说 靠你将我们的生命 圣结 哈利路亚 就好像那个 仕途彼得一样 他的圣结的生命 甚至负在那个行邪述的 主要 那个行邪述的西门 都是因为 我们身上的圣结的因高 去伏伏敬拜 在耶稣基督你的面前 求耶稣基督你们轰动来堪动 他们中间 就有凡有被那些邪灵所环绕的 被邪灵所捆绑的 放耶稣基督的名字 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们向你苦福敬拜 他们宣告你是王 哈利路亚 在我们中间带来医治 带来释放 带到我们中间 我们前所未有的 你的带领和復兴 在我们中间 求你 借助苦难来復兴我们 借助全福难来復兴我们的教会 求你听过你的祷告 会这样的祈祷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